揭秘网售毒针黑色产业链,走快递运输,成份未具毒情化假,近日一篇《男子网购毒针扎死女友》的文章,引发网友关注并将毒针,这一黑色产业带进了公众事业所谓毒针,到底是啥有哪些危害?私自买卖需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封面? 记者调查发现网上的毒针、毒粉种类多样,价格在几元到几百元不等,由卖家直言毒针成份未情化假,大多买来毒针,线上交易快递运输一般,不会被查调查网络暗藏毒针,交易下单即可发货,不愿和女友分手,便产生自杀念头,在网上购买毒针专用毒针,并将其注射及女友体内后最终导致女友死亡。 近日,一篇文章因披露,某男子,网购毒狗针扎死女友,引发公众对网络上可直接购买剧毒针亦的不安与担忧,一烟井粉末世纪样品封面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网页,博客中充斥着各类毒针,广告其中不少卖家留下关键词提示,可添加好友了解更多信息。 记者随即添加卖家好友对方告诉记者,自己只销售一种名为一烟井的粉末,多做毒狗用6克30元,每次最好放0.6克以下人吃了这样毒死的狗也没事。 他说但放多了会有风险,至于网传的毒针该卖家表示自己不卖,那种毒针是剧毒违法的但有人卖毕竟速度快好用。 麻醉针样品随后,记者随机添加了另一卖家的联系方式,并得到了毒针,麻醉针的报价毒针和麻醉针都是450元,一只一只可毒4-5指大型犬。 他说毒针原料是情话假下单就可发货,即使货物有些敏感但走物流发,不会被查处此之外。 记者又随机选择了几个卖家进行询问,对方均表示自己在受相关针迹,粉末但具体成分无可报告。 危害多做毒狗用但误实,会致人死亡多做毒狗用的真剂。 粉末一旦被人误实,误注射是否也有危害对此成都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和工业416医院主治医师何涛表示,一烟井在医学上一般是治疗结合并的剂量大了就会有害。 与此同时,如果毒针的原料,未情话假就是剧毒,不说直接使用就是间接使用都有危险。 情话假是剧毒如果用来毒狗的话被毒死的动物体内肯定也有妖物残留,所以不能食用和涛说。 一旦市民物注射了情话假,应该立即就医物食情话假,或含有情话假的食品可以引足量温水催吐,并及时就医洗胃。 律师私自销售特定剧毒,危险品需担责,尽管监管严格但毒针黑市仍有存在,对此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亮告诉记者私自生产,销售这类物品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立规定危险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他说一是向不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销售剧毒危险品,一是报危险品的,二是不按照剧毒危险品购买许可证暂明的品种,数量销售剧毒危险品的,三是向个人销售剧毒危险品,属于剧毒危险品的农药除外, 亦制报危险品的,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危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品经营许可证,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 与此同时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阳池表示,一旦市民发现此类交易行为存在,也可向当地食药间等部门进行举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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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